大陸围台军演完真的 军方公布最新的画面 军队试射多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 而日本防卫省也公布轨迹图 研判11枚飞弹当中 有4枚飞越了台湾本岛上空 而且都从福建沿岸发射 在下午3点05分到08分之间 以500到550公里速度飞行 仔细看这不仅是大陆飞弹 首次穿越台湾本岛 还从台北上空穿越 我们这次的演习 包括实弹的火力尸射 也是首次穿越台岛 而且是穿越了台湾的 它的爱国者导弹的密集部署的空域 同时是在美国宙斯盾的眼皮底下 大陆官方也证实 导弹首次穿越台湾领空 而且美国来也一样 在多的部署和防范 都倒不了解放军的飞弹 我们军队已经解决了 在远海远域看得见 打得准的这样一个问题 想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打 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解放军同步发射远程火箭炮 如果真的开战 落点可位于台湾以北的外海 以注视台北新北新竹和桃源等重要城市 都将沦为打击目标 我们圆满完成了在台湾海峡远程火力 实弹设计任务达到了预期效果 解放军飞弹逼近台湾 为何我军没有拦截也无防空警报 对此国防部发声明回应 因为飞弹主要路径在大气层外 高空射击对地面无害 但解放军的动作可不止如此 4号晚间又有三批四架次无人机轻扰金门 国军紧急发射信号弹驱离 同步监控高度警戒 只是这样的状况恐沦为常态 记着综合报导 小力昊静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泡泡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TI44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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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